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经 我们今天来尝试一种新的节目风格 一个新的知识领域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亚特兰蒂斯 亚特兰蒂斯它是一片沉默于大西洋之下的史前大陆 围绕着它有无数神秘的传说 我们今天就是来复盘它的毁灭过程 亚特兰蒂斯这个名字其实是来自于希腊语 它的本意是阿特拉斯的岛语 但是一般被翻译成大西岛、大西州或者大西国 我们最早是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那里听到这个名字的 柏拉图在他晚年的著作《提马乌斯和克里提阿斯》这两本书里面 提到海神波赛东创造了亚特兰蒂斯 他把整个王国分成十份 让自己的十个儿子分开管理 这十个领导人互相独立又互相制约 他们每过五六年会到国家中央的波赛东神殿开一次大会 商讨权利的分配 听起来很像现在的联邦体制 根据柏拉图的描述 这个亚特兰蒂斯是非常的发达和富有 人们建造了金碧辉煌的宫殿、神庙和祭祀用的神坛 这个神殿内部用黄金、黄铜和象牙装饰 神像都是用黄金打造的 而且这个国家还有庞大的军队 有上万辆战车 按照中国古人的话来讲 绝对称得上是万圣之国 还有1200艘战舰 堪称史前超级军事大国 那么这个发达的文明它为什么毁灭了呢? 那是因为突鲁起来的地震和洪水 柏拉图说当人们的道德沦丧以后 他们的行为激怒了天神 众神之王宙斯就用地震和洪水降临到亚特兰蒂斯 终结了一切 亚特兰蒂斯在24小时之内消失了 所以这里的关键词是史前大洪水和24小时毁灭一座大陆 这两件事情有可能是真的吗?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解开的谜团 亚特兰蒂斯的毁灭是我们迄今所知的 唯一一次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史前大洪水 那么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柏拉图说是在梭伦之前9000年 梭伦是古代雅典的著名政治家 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00年 那么梭伦之前9000年也就是距今大约11600年 还有亚特兰蒂斯他到底在哪呢? 柏拉图说它是位于赫克里斯柱以西的岛屿 也就是直布罗陀海下西边的大西洋上 所以它才叫大西州 关于史前大洪水全世界的文明当中都有这样的传说 圣经当中就是诺亚方舟的故事 玛雅人有一本流传下来的《波波五经》当中也提到 天神因为人类的恶行降下洪水 印度恒河文明的传说当中是说有一名苦行僧 在恒河当中沐浴的时候救起了一条鱼 这条鱼告诉他即将有大洪水到来 后来在大洪水中存活下来的这名苦行僧 创造了整个印度文明 在中国当然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大雨治水故事 我们再来看中东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 其实也有着类似于诺亚方舟的记载 文字是刻在烧枝的年图板上 就是著名的楔形文字 主要讲的是苏美尔的神创造了五个城市文明 但是后来他们都堕落了 神就决定降下洪水惩罚他们 但是有一个叫做热苏拉德的国王 他对神非常的虔诚 于是得到了豁免 天神降下了七天七夜的风暴和洪水 这位热苏拉德国王由于有神的庇佑 所以有惊无险的度过了灾难 于是他就成了下一期苏美尔文明开创的始祖 苏美尔文明所留下的史前大洪水记忆 被写在了那个著名的史诗 吉尔加美什当中 这本书当中包含有非常重要的史前密码 我们今后还会聊到它 这些不同的古老民族都留下了关于史前大洪水的记录 而且请注意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突然性和毁灭性 大洪水都是突然降临 让人措手不及无法逃脱 那个时候交通非常的不发达 各个地区语言不通 没有信息全球化的可能 也就不存在抄袭的可能 所以这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史前毁灭性的大洪水 它确实发生过 按照现在地质学家们对冰川的了解 在距今大约26500年到2万年之间 地球上的冰川是现在的两倍 覆盖了陆地25%的面积 随着冰川的融化海平面不断的抬高 到7000年前海平面上升了125米 那原来很多的陆地就被海水给淹没了 而且50%的冰川 据科学家们推测是分成三次快速融化的 发生的时间分别是在15000到14000年前 12000到11000年前和8000到7000年前 请注意 第二个和第三个冰川融化的时间段 就和我们今天所讲的话题 大洪水吻合上了 亚特兰蒂斯和苏美尔文明 他们所记录的大洪水 都发生在12000年到11000年这个时间段之内 灾难性的洪水发生在逻辑上要有一个必要条件 那就是大量的冰川融水在极短时间内 倾注到人类居住的地区 如果这只是一个缓慢发生的过程 那么原来沿海地区的人们有充足的时间 搬迁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 那么也就不会有毁灭性的效果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在刚才所说的11600年前 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快速融兵事件发生呢? 它必须要快到在24小时之内 就能够制造出吞没整个亚特兰蒂斯大陆的滔天洪水 还不仅仅是洪水引发的海啸 它还引发了柏拉图所说的巨大的地震和火山喷发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就太可怕了 既然它能够在一万年前毫无预警的突然发生 那谁又能保证它不在明年甚至是明天发生呢? 很不幸的是根据现在的研究结果 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 一个叫做切萨雷·埃米利亚尼的意大利教授提出了 冰霸理论 简单的说就是快速融化的冰水 它在冰川的冰盖下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冰壶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装满水的茶壶 只不过这个壶的盖子和它四周的壁都是冰形成的 这种现象它经常是由于地热作用的结果 就好像是一大坨冰 它先从中间开始融化 那么那些没有融化的边缘地带 也就自然成了兜住水的一圈堤坝了 所谓冰坝也就是这么来的 另外一个常见的成因是由于冰川自己的运动 它把化掉的冰水给堵住了 就类似于滑坡之后形成的燕色湖 冰坝自己也会不断地融化 变得越来越薄 于是冰壶里的水越积越高 水压越来越大 当超过了冰坝所能承受的极限的时候 就会造成溃坝 那么这里面所积累的几千平方公里的水 就会奔腾而出 瞬间获得释放 这里不是多少立方米 而是多少立方公里 那个能量就可想而知 它足够毁掉一个大型的城市 据说现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地貌就是这么来的 其实说起来这和三峡大坝蓄水是一个道理 只不过人造的大坝可以泄洪 而冰坝什么时候溃坝是不可控制的 另外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约翰肖教授 也是研究全球冰川变化的领头羊 他提出的理论和冰坝理论类似 也有一个蓄水过程 只不过他把这个蓄水过程比喻成抽水马桶 当水蓄到高位按下阀门 水就倾泻而出 在大自然当中这个阀门指的是两个或者更多的冰壶 在顶上连通的效应 冰坝承受不住压力 于是冰壶里的水一下子就倾泻而出 只不过这个马桶是一个巨无霸 相当于安大略湖的水量 在四天之内就都流到海里去了 如果所有的冰川都是这样融化的 那当然是全球性的洪灾啊 像上海、伦敦、哥本、哈根、布鲁塞尔 这种仅仅高于海平面20米左右的城市 在四天之内就全都会被洪水淹没 冰川在不同的地貌融化也会有不同的效应 在平原冰水流过的地方会形成一种叫做达姆林的地貌 其实就是弹形的小丘 这些小丘迎着冰水流动的方向会形成很等峭的土石结构 对水流造成阻力 有这些小丘出现的地方水流就会被抬得很高 甚至几十米甚至几百米的波峰都可能出现 在山地融化的冰川还会造成另一种现象 就是从高处向低处倾泻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冰川波 类似于雪崩 简单的说就是放大和叠加效应 比如登山运动员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过程中 哪怕掉落的一只登山靴都可能引起一场超级大的雪崩 是一个道理 在1958年就发生过这种冰川波 当时阿拉斯加的利图亚湾大约有4000万立方米的冰和岩石 在雪崩当中倾泻而下下降900米后倒入海湾 冰川波在陆地上呼啸传递了一公里多远 时速达到每小时200公里 所过之处所有的东西都被摧毁殆尽 这个冰川波一直撞到了陡峭的冰峰才慢慢安静下来 这个波如果它是来自于靠近亚特兰蒂斯的 芬兰斯坎地纳维亚大冰盖 它呼啸而来 宽度可以达到40到60多公里 进入海洋之后 那就会立刻激起大海啸 那破坏力是不可想象的 什么样的城市都会被它摧毁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上面的理论 冰川在快速融化过程中 可能会形成三峡大坝溃坝那样的大洪水 洪峰可以高达几十米甚至几百米 再加上雪崩这样的叠加和放大效应 当它进入海洋的时候就会激起巨大的海啸 所以在溶冰过程中发生突如其来的大洪水 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洪水解释完了 可是还有地震和火山爆发呢 要知道大量的冰川溶水在短时间内倾泻而出的时候 地壳在个别部位所承受的压力就会发生改变了 海水多了 那么海洋的地壳所承受的重力大了 它就要下沉 陆地所承受的冰川压力小了 陆地就要抬升 所以是一降和一升 这种区域性的相反方向的拉扯就可能会造成地壳断裂 引发地震或者火山喷发 大家知道地壳运动活跃的地方通常火山和地震都比较频繁 比如日本还有美国西部的洛杉矶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说冰川的快速融化不仅会引发超级大洪水 更会制造地震和火山爆发 谜底现在清晰了 现在让我们来具体复盘一下亚特兰蒂斯的毁灭过程 亚特兰蒂斯正好处在大西洋上塞尔特克路架的边缘 位置最低的部分 塞尔特克路架它是在芬兰斯坎迪纳维亚冰盖的前端 正好是泄洪的边缘 冰盖溃坝以后 倾泄而出的冰水由高到低在运动中产生了雪崩效应 进入海洋的时候催生了巨大的海啸 同时地壳变形产生地震和火山喷发 这样在洪水地震和火山的多重打击之下 亚特兰蒂斯大陆在24小时之内消失 完全是说得通的 在高速洪流的冲击下 城市恐怕摧毁的连瓦砾都不剩了 如果幸运也许还能够发现一些石头建筑物的残疾吧 关于大洪水的记录 柏拉图写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他在提马乌斯的对话录当中写道 现在这些文明都是在什么也没有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周期性的洪水毁灭了一个又一个文明 只留下一些不识字和不懂文化的人 那么新的文明就只能在无知中开始 你们就像小孩子一样 不知道九元以前发生了什么 你们只记得一次洪水 然而大洪水却不止一次 这是柏拉图所说的 是啊 洪水不止一次 而文明也不止一次 高度发达的亚特兰蒂斯文明瞬间毁灭了 人类今天的文明看起来也是很发达 可是我们今天虽然有了合成孔径雷达和超级计算机 三天以后的天气仍然难以准确预测 地震更加无法预测 那亚特兰蒂斯他所遭遇的这种瞬间灭顶之灾 我们真的有能力预测 有能力躲避吗 人类的能力在大自然面前仍然是无比的渺小 那谢谢大家 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 咱们下回再见 最后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特别策划人和撰稿人 是何宇博士